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說臺灣經濟的問題 不過不是談理論 而是說從我們日常生活 周遭來談起 不知道觀眾朋友 你有沒有發現 你生活周遭 可能本來說 那個小巷子 或是那個道路旁邊 有一間摩托車店 本來開了一二十年 開得好好的 突然間倒掉了 或者是說賣衣服的 或者是說賣吃的 不管是小吃還是餐廳 明明生理就不錯 你就看人家都這麼多 才會說話 關就關了 這是一個 你有沒有發現說 一些小店或大店 這個關店的速度 好像是很快 這是一個 然後你說 倒掉之後 好像又多了很多很多 叫做夾娃娃機的店 大街小巷 甚至到西門町 有一大間 全部都是在做夾娃娃的 中校東路呢 這個最頂級 最豪華 最熱鬧的商圈 也出現 夾娃娃的這些機器店 而不只是台北 包括新北 包括其他所有的縣市呢 全台灣到處都是夾娃娃店 再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是 在昨天在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一間五星級飯店 叫做六福皇宮呢 正式宣告說做到今年底為止 做不下去了 這一連串的這些事情呢 讓我們一個疑問說 以前我們爸爸還在的時候 他就說 你如果要吃頭路 只有三種 台灣人常常要說這個 最後一個當然不好 就是第一 醫生 第二 未兵 第三 開究竟 這當然不太好了 可是現在看起來 好像全台灣最好最好的行業呢 就是當房東 特別是呢 你有一間店面租出去呢 來當房東 剛剛我講的那三個事情呢 包括說一大堆這種小的 中的大的店 全部倒掉了 然後呢 這些理由都是房租漲的嚇死人 根本沒有辦法營收 趕上房租上漲的速度 換了呢 就是這種短租的 以前都是特賣會 現在到處都是夾娃娃機 剛剛談到 連五星級飯店都撐不下去 六幅皇宮的經營人 他說呢 我都真的是房租 讓他喘不過氣來 非得停業不可 難道真的是台灣的房東 貪得無厭嗎 又或者是說 這一連串的事情 都是台灣長期炒作房地產 現在一步一步 我們自嘗苦果 因為房價太高 所以這些投資客 或者是房東 他們的持有成本太高 節節上升 逼得他們非上漲 這些房租不可 而房租一再上漲 這些做得下去的生意人呢 只好去把這些 像賣吃的啦 賣衣服的啦 或是其他的這種 所謂的賣客房的呢 一直要調價錢 而消費者的消費力跟不上 然後呢 就是一連串的倒閉風潮 今天來談一談 整個房地產的問題 從六幅皇宮到全台灣 到處都是夾娃娃機 到底出現什麼問題 來介紹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呢 歡迎是對商用不動場 非常熟悉的德天國際地產總經理 田陽明 田總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來賓各位來賓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資深的財經記者 資深媒體人蔡宇珍 大家好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的副教授 莊孟漢 莊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財經節目的主持人 沐浩 沐浩大哥 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 先來看看六幅皇宮 當然呢 一間飯店倒掉呢 其實對台灣來講 也不算什麼啦 我們其實有很多飯店都倒掉了 可是六幅皇宮倒掉的很重要原因呢 就是因為房租 而房租恐怕也是台灣 現在這幾年一直出現的各式各樣的商店倒閉的重要原因 出租方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來行通知 六幅皇宮用地 英國泰人壽另有計畫將不再續約 六幅旅遊集團表示遺憾但尊重 雙方即將於今年12月31日結束合約 10號傍晚 六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也是六幅集團第三代的莊豐如 在證交所交開重大說明記者會 證實台北老字號飯店 台北威斯汀六幅皇宮 因為趕不上連年調漲的租金 今年底租約到期後將不再續約結束營運 業績一年是損失大概近12億的營收 不過其實我們的流出是更多的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反而對集團的部分 不會有負面的一個影響 位在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精華地段的 六幅皇宮1999年開幕 在台營業將近20年的時間 每年有12億元營收 佔集團營收將近四成 但是流出更多 加上租金成本太高 去年就虧損約2億4千萬元 連年虧損一兩億下來 讓六幅皇宮決定吹席燈號 被媒體問到未來是否另辟新地點 莊峰如表示持續尋覓當中 當然我們隨時尋找可能的機會 目前持續在看 但並沒有明確的案子 莊峰如表示將會立即成立 專案小組處理相關事宜 保障消費者和員工權益 而在年底終止營運後 六幅皇宮員工也會優先調任 公安集團其他只缺 記者綜合報導 總經理我們先來談六幅皇宮 就是說 當然不同的媒體人 有不同的見解 有些人就說真的是 國泰人壽房租給人家 長得太離譜太誇張 也有另一派的這些媒體人 講說是你六幅皇宮自己經營不善 你看人家精華就做得很好啊 你看來來洗來燈就做得很好啊 你也在精華路段 自己做不好要怪誰 怎麼原因 其實這幾年的景氣 其實造成很多飯店業 大概是還是要看產品定位 有些是靠路客的 比如一些中南部的飯店 就經營得很辛苦 那北部的其實現在包含韓國客人 包含東南亞的客人 其實一直上來 那像西門町的商旅 其實就非常的火紅 那西門町商旅是因為 他帶動了整個 包含整個店面的商機 就是慢慢就上來了 那六幅皇宮 我覺得現在很多飯店的 餐飲的比重 大概都超過五成到六成 那就是變成住宿的部分 大概四成到五成左右 是 但如果你今天住宿沒有拉上來 你的餐飲比例又一直往下降 那相對你整個營收 全部就掉得很快 可以怪房東嗎 也不能怪房東 因為這個就是這個不動產 其實在每年不斷的增值之下 其實收租金 其實也不見得是 在台灣的投暴率 大概在商用不動產 大概是兩趴到兩趴半左右 是那台北市 或者是全台灣 類似像六幅皇宮 它也許是大環境 也許是自己的經營策略的問題 但是又遇到房租一直漲 或是至少它不肯降 而面臨到經營困難 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也其實在台北 在台北主要的商圈 其實像主持人您講的沒錯 就是經營真的是比較不容易 在這幾年 所以有些房東 他會反過來 就是以這個租客的心態 我這幾年本來要漲你租金 我可以稍微做一些調價 對 但是如果今天他是投資客 他當初買的成本 就相對的比較高 他銀行的利息 他的貸款 相對他要拿你的租金 去做這個抵扣 他其實他就不會這麼心軟 我請教 就是將心比心 這其實有一點是殺機取軟的問題 譬如說你明明知道說 他做的也不怎麼樣 他就是六幅房供 他就不是精華 看起來呢 他的營收也沒辦法大幅成長 結果你還要給他漲房租 逼著他說我不做了 你本來也許可以收到很多房租 你就只是想說更多 結果是一毛錢都收不到 這個策略不是很怪嗎 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飯店本身 比較大型的飯店 其實大部分的業主 跟經營飯店的人 是同一個集團 可能是由子公司來承租 那母公司來收租金 但是因為六幅 他其實是以租為主 那當初國泰是為了他兩身訂做的 所以當初成本就很高 相對的他的租金負擔比例 也會相對的比較高一點點 那因為飯店現在也很競爭 國泰現在有好幾個品牌 自己也在做經營飯店這一塊 國泰收回來自己做 對 他有信心做的比六幅皇宮好 對 因為他其實成本相對會比六幅低很多 因為土地跟建物都是他自己本身的 那他只要經營的策略跟定位 還有剛剛提到的餐飲的比重 如果他可以拉升的話 我相對國泰 我覺得經營上面會比較有出色 也不見得是殺雞取卵 不見得 搞不好是可以賺更多 不過玉珍姐我請教 他是一個普遍的問題嗎 還是純粹是六幅皇宮自己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現象蠻普遍存在的 其實剛剛我們田總有提到說 就是說其實在六幅皇宮的時候 可能成本會高一點 可是我普遍的看一下 整個大臺北的這些飯店 其實我所知道的 就是因為他的成本偏高 甚至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租金成本 你是自有的 可是你可能很多的稅 很多的這個人事 就是各方面的成本增加之後 其實呢 現在求售的也不少 我舉幾個例子 其實大家應該聽過萬豪喔 萬豪他從開幕 然後呢 這個呃 劉董喔 劉文志 劉董他常常對著很多人大 大喊說 他根本沒有辦法承受下去 因為他在完工之後 整個所謂的呃 應該是面臨奢侈稅 然後呢 還有整個所謂路段率的問題 就是他他的稅很高 高到其實呢 他他要營運非常非常好 然後呢 幾乎天天客滿 都還不見得會賺錢 那另外 另外一邊美福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像這樣的一些飯店 即使是自有 那經營起來也都非常辛苦 那更何況 除了六福之外 我舉幾個例子 像重慶北路上的臺北城 就我所知的 其實他也是一個呃 外商 外商的外商拿下來營運 當時呢 他光要改裝成豪華的這種商旅 他就花了五億 結果現在呢 他幾乎是沒有辦法承受 因為他的營收 不足以去應付 他在銀行融資的這五億的 這個這個整修借款 所以他也一直要脫手 脫手是脫手什麼 脫手經營權 那我問你 你自己都做不來了 陸客也沒了 那你要脫手經營權 誰會去當凱子 誰會去當笨蛋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 其實臺灣有很多的飯店集團 他本身地主是地主 然後呢 地主可能的這個租給營運公司 也可能是我的租金 轉成跟你合主的飯店管理公司 那這樣的一個形態 其實蠻多的 就是說 他本身是不賺錢的 現在的情況 因為普遍 你即使像西門町 剛剛田總說 西門町有他的極客 可是我所知道西門町有很多飯店 住房率即使是八成以上 都不見得賺錢 因為呢 大家去算一算嘛 你說一個晚上三千多塊好了 尤其是自住客 然後現在呢 你上網去行銷之後呢 跟定價是有相當大的落差的 你要維持住說 我一個晚上四千五千塊的 這樣的一個房價 是很困難的 你要團客的話 通常是從五折 從旅行團的話 從五折開始談起 是 所以根本就是說 你賣了之後 也是薄利 你如果說經營不散 門可羅雀倒掉 這理所當然 對 可是你明明生意客人很多 你還是經營不好 所以你看六福喔 六福他這幾年下來 如果以他的財報上面看的話 他從二零一四 二零一五 二零一六 二零一七 每年的營收都在成長 可是呢 他的EPS 就每股從原來的 正的零點多 到後來去年 負的三點多 也就是說 我營收成長了 可是呢 我的很多的成本 是增加的 包括什麼 其實呢 這還有一種情況是 像六福的情況 特別慘的是 他除了租金之外 他還有一個餐飲的包底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你做一個服務業的人 你如果 你的這個 你的房東 給你包底 那是很可怕的 大家現在都習慣去 賣場吃東西 對不對 比如說百貨公司 底下的商店街 現在有很多的車站 改成什麼賣場 什麼GoGo Mall 什麼CityLink 貫德的賣場 其實這些賣場 最可怕的是什麼 哎呦 生意還蠻好做的 我就進去了 結果你會發現說 那個包底是很可怕的 那個包底 常常包到 你所做的業績 幾乎有百分之三十 就你幾乎都給 都給房東 就是那個房東 你的你是入不服出的 因為那個包底 通常比如說 你包他包底 給你設定 每個月三百萬 那你如果做三百五 那他就OK OK 我給你乘以二十 也就是說三百五 我的營收超過了 我就給你乘以二十趴 那如果你 萬一你只做一百五 那怎麼辦 算三百 他一樣是收三百 那而且他會告訴你 他會告訴你說 那你如果 幾個月沒到的話 那你就搬走 搬走最大的損失是什麼 一般我們會進到 這種賣場的店 我們的裝潢都花了很多錢 是我一個賣魚店 我進去賣場之後 你知道我裝潢花多少錢 我裝潢花八百萬 可是我走了之後 我那些東西 有沒有價值 沒有價值 所以臺北市有一家 非常有名的牛排館 你知道嗎 他為了要吸引頂端的消費者 他花了三千萬的裝潢 結果那個地主 臺灣 臺灣很有名的直銷的大老闆 他給他漲了七八成 那七八成之後 他說那我怎麼做 結果後來 他的裝潢也搬不走 所以只好讓他漲房租 不過莫華大哥 你怎麼樣看這個 六福黃工的事情 我們很快來看一下 六福集團的執行長 莊豐如 他說在四月十號的時候 國泰人壽通知他 說他這個六福黃工的用地 國泰人壽 另有計畫 不再租給你了 所以到今年為止 今年底為止 就不再合約了 那租金比例的越來越高 而且是連年漲價 不是說他的營運成本 越來越高而是租金越來越高 因此就算國泰人壽 要繼續租給他 他也不會再租了 六福黃工的營收跟獲利 追不上連年調漲的租金 那跟國泰來溝通呢 可是雙方對於期望值落差太大 國泰人壽 都在昨天跟今天分別有兩份聲明 今天就委婉很多很多 昨天稍微硬一點 他說九九年跟六福黃工簽約 那其實租金是二十年 租期是二十年 不是每年都漲 零四年反而降七點三趴 因為SARS的關係 那零九年協商之後呢 也調降租金跟修改租約 那五年內呢 六福黃工營業額 要達到一定的標準 零九年到一七年 還比原本契約少了二十趴的租金 不是媒體所報導的 二十年來每年漲租金 那這個租金呢 是業界的一個習慣 就是剛剛玉珍所說的 包底抽成 譬如說我認為你一個月 你六福黃工 你應該達到的契約的營業額 是多少 對 也許我們隨便舉一億吧 那一億我要抽多少 一億五我要抽多少 但你如果只做八千萬 拍謝 照一億來抽 這個叫做包底抽成的概念 可惜六福黃工經營效率 始終低於雙方 意定的市場水準 一水工你自己經營不散 所以呢 才要所謂的停止租約 房東有道理 還是六福黃工有道理 基本上包底抽成 是業界的慣例 那基本上包底抽成 來講的話 他租金一定要折扣 也就是說他租金有折扣 最後他才能談包底抽成 當然 所以這個是兩兆雙方的問題 我覺得不管國泰或是說六福集團 他們各有他的說法 那當然都是為了自己的面子 或是說為了自己的利益 在捍衛啦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要從幾個方面來看 我覺得從大宏觀環境來看 是一個方面 另外一個從雙方的圍觀環境來看 是一個方面 那我們先講大宏觀環境好了 五星集飯店 這兩年在臺北市的經營是非常辛苦的 其實不是只有六福集團辛苦 你去看這個韓社集團 其實呢 他們EPS也都不高 這個整個 現在目前臺灣 在大宏觀環境上面的觀光 餐飲 旅遊這一方面 其實是相當冷清的 尤其是入客不來之後 其實更顯得冷清 那另外一個角度就是說 五星集飯店 他們最主要的營收是靠什麼 除了住房以外 住房率一定要高 是 這個住房率至少要高到八成左右 那已看到六福的住房率 大概平均百分之六十 這樣子的住房率是不OK的 那以臺灣現在五星集飯店來講 大概平均住房率 也都很難達到七成 是 所以這個是大環境問題 另外就是說 住房率有什麼那麼低 第一個會議沒有 因為五星集飯店 另外一個很重要營收來源 是國際會議 會議 不管是國際會議 或是國內的會議 大中小型的會議 因為你會議才能帶來 這個高端的商務客 才能帶來這個餐飲 那你會議都沒有 會議跑到大陸去 跑到亞洲其他國家去了 那高端商務客不來 那根據觀光局的統計數據 這很客觀 現在目前高端商務客 佔臺灣的總路徑人數 就我們講說 一千多萬人 這個當然其中有很多是外勞 或是說這種團客 那個數字是灌水的 那以現在目前這樣整個比重來看 大概高端商務客 只有佔到百分之六而已 可是這個數字在十年前 大概佔比是百分之二十五 也就是說 我們的總路徑人數 就是所謂的來臺灣觀光 這樣子一千萬觀光局所號稱的人數 雖然說是大幅成長 倍數成長 但是你可以看到其實他其實這個數字上面 他是稀釋掉這種高端商旅 高端客 那你高端客 才是真正五星級飯店消費的主力 那那個中低端客 他不可能去住一個晚上 一個night要六七千塊 七八千塊的這樣子 五星級飯店 那這樣子當然 他經營上面就更辛苦 再加上 微觀環境上面 六幅到底自己經營的用不用心 他的各方面的水準 達到這個其他跟五星級飯店競爭 我覺得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很難講說六幅 黃公是叫做一夜之秋 看得出來臺灣的經濟動能熄火 對 為什麼這樣講 微觀的部分 因為六幅所有餐廳 我全部都去吃過 我覺得他餐飲經營真的不出色 他的buffet 講實在的不出色 他的日本料理也不出色 他的遺言就是吃上海菜 吃烤鴨 這間餐廳也不出色 你可以告訴我 到底哪一個六幅 黃公的餐飲出色 我想不出來 因為我今天的水準 是跟其他的 像遠東飯店 香格里拉比 跟喜來登比 跟金華比 我們大概就跟幾個 大的同等級的五星級飯店比 相對 我覺得他的餐飲 真的不夠出色 瞭解 那他如果餐飲 不夠出色的這件事情 當然會影響到 他的整體營收 因為剛剛來賓有談到 其實五星級飯店很重要一個營收來源 是百分之五十是餐飲 你如果東西不好吃 你的餐飲不出色 那相對來講的話 你在這塊營收上會大幅下 再加上整個大環境上面 高端商務客不來臺灣 來臺灣的比重越來越低 那再加上陸客也不來 那這樣子 整個環境面上面 當然就宏觀環境 對六幅黃公是一個衝擊 但圍觀環境 他自己也要去檢討 所以我覺得是雙邊的問題都有 這個很難用一個單一的面向 把這個問題就講的是 一刀切成兩半 沒錯 但莊老師就是說 如果是個人經營不散 那是他家的事 就是六幅黃公 自己的因素倒掉 那真的是他家的事 如果是所謂的 入客不來 然後呢 其他的這些消費能力 不那麼高的 那個觀光客增加 然後使得五星級飯店 受到很大的衝擊 但是整體 臺灣經濟動人 還OK 這也是五星級飯店的事情 可是我們現在 很在意的一件事情 是剛剛田總所說的 你也很難去怪說 房東貪得無厭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能 一瓶的這個商用不動產 他就跟你買 兩百萬 三百萬 四百萬 那他越晚買 他的持有成本就越高 他如果沒有足夠的現金 他可能八成九成 甚至百分之百 是跟銀行貸款的 他要每個月付那麼那麼多的本利 因此他非漲你不可 漲了之後你就跑了 那如果你跑了 你更沒有收入 你可能就得拋售 可能就得法牌 臺灣現在面臨到這個問題 高房價的後果 高房價就是除了台北市的東區 住宅包括店面 包括辦公 然後就剛才講到了飯店 其實我一直覺得這是一個循環 也就是說跟經濟發展是息息相關 剛才也講到那個觀光客 或者高端的商務客 講一個例子好了 國際會議中心 哪一家哪一家飯店進去的 天城嘛 天城是平價的 是 所以你在那邊開會 你在那邊吃飯 所以就是把你的成本降低 所以這是一個競爭 是 那當你經濟好的時候 一直往上拉 你到日本的話 你現在什麼 那個帝國飯店 都一萬多塊的 那我們這邊都是幾千嘛 所以這個問題 你歸根就底 我們談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民國七十六年 就是華航旁邊 就是六福房供最外地 當時是國產署拿出來 標一瓶二十五文的底價 結果標到最後 大概九十一萬左右 大概足足增加的二點七五倍 那個時候股價是一萬兩千多點 好了 所以他舉的也是高 但是之後 以他這樣蓋起來的規模來講的話 經濟的效益一定很高啦 因為房價一直漲嘛 是 那漲最後也不是只有他這一家而已 每一家同樣面臨問題 但是就是你的定位嘛 你是五星級 甚至也號稱六星級 但是你西門町那個好幾個飯店 他最少的七成多的進駐率 因為他有那個 香港的一部分是日本客的 等等這些 而且他也知道說 如果剩下兩成三成 我是靠網路嘛 六方公應該沒有啦 所以這樣來講的話 就是說他用很多方式去補 去互補 那顯然他們的互補的能力 會比較差 因為他定位要高一點嘛 剛剛講到餐飲來講 真的是不夠出色 我也去吃過很多次 那反過來講 就是說最近的高房價 你看那個連那個 那個KC的就是那個 諾貝爾講的得主 他經濟學的得主 就是喜樂教授 他去年到臺灣來 開會的時候他發覺 你要跟他講臺灣有三高 高的房價 高的自有率 然後高的空污率 他就發覺很奇怪 怎麼會這種現象 同時存在嘛 那就是房價炒過頭啦 但是我的因爲原因是 我們的炒爾足跡實在很高 是 連續五年都超過兩兆 是 我們才十七兆多的GDP喔 連續 這樣下來 那這個在哪裡呢 都是高端的有錢人的 所以有錢人佔的比重 財富佔的比重 很多是不動產 是 那明錢人來講的話 他就是買不起 你在打對著 他還是買不起 因為薪資又到對十七年 我們今天在談說 那為什麼房東 明明看到他的房客 好像 不管是住的啦 不管是賣的啦 不管是自用 或是商用的 你明明看到說 他的付款能力越來越差 但是你還是堅持不降價 甚至你還給他漲價 我們講說 你們這些窮人 不了解有錢人的想法 有錢人不缺錢嘛 但是如果說我降價 我就破壞價格了 譬如說我一坪 本來租金是五萬 對 那我看到他根本付不出五萬 我可不可以降三萬 我是可以 但是我降了之後 不行 房東會想說 我另外找別人 所以你你付不起 我另外找別人 一個原因就是說 我寧願空著 我也不願意降價 對 這是一個 但是後來想想 真的有這麼口袋 這麼多 這麼深的房東嗎 又或者是因為 他真的非得漲 不能降 因為他自己也過得很苦 因為所謂的財務槓桿 該降還是要降 不降的話 他還是會有空的問題 除非是一個成長中的商權 否則的話 你不降 我講一個例子好了 就是說 人愛六四段跟 沿吉加加加口 那個只是一個銀行 是 就是富邦 是 那富邦在那邊 好像是七八十萬 一個月 後來房東 我就覺得你經營得很好啊 那就把他提高到一百多萬 但是銀行超過一百萬 是不可能的事情 結果最後就破局 他就要搬到二樓去 但一樓呢 空兩年以上 一直沒有租出去 最後就我們講的 那個賣場來了 賣場頂貨一個禮拜 又結束了 換個賣場又結束了 是 最後吃虧是誰 我想重點在這裡 所以除非他真的是口袋夠深 他買來以後 他不care說 他沒有那個貸款的利息 否則的話 但是他也不要高興 因為後面的房屋稅 地價稅等等的成分 越來越高了 了解 不過我們也看到了 這是蘋果日報之前講的說 你可以看到台北市 不管是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 高雄 也都有這個情形 就是很多原本 很繁華熱鬧的商圈 搖一下 都沒人去 電話都暗的 很多商圈 譬如說我們看到東區 那個中宵東路市段那邊 人流越來越少 然後一間店一間店 都倒掉 都關了 那商家一直換 一直換 可是可能撐不到半年 就又倒掉了 租金依然他不願意嫁來 那空的地方越來越久 所以租金開始想要降 因為房東也撐不下去了 但人不會再回來 譬如說天母 譬如說中宵東路 這邊地方空出力越來越高 所以你就知道 越來越多那種特賣會 賣鞋子的 賣什麼運動商品的 又或者是說 你看到越來越多的 所謂的夾娃娃機的店 夾娃娃機出現呢 在全台灣到處都是 有人講說呢 這其實滿足了所有人呢 也許花個幾萬塊 他就可以當所謂的這個機長 就是可以有一台娃娃機 讓人家去夾 也許一個月可以賺個四千塊 五千塊 滿足大家創業的慾望 可是也有另外一些人很擔心 因為呢 這種一窩蜂的潮流 接下來可能會面臨 大量夾娃娃機店的倒閉潮 而可能會對台灣的經濟 有所衝擊 來看看 頭十塊錢 就有機會夾到超可愛的娃娃 不過想要一次命中 幾乎不可能 有人花了上百塊 幾乎跟玩偶等值的費用 才夾到 但這就是樂趣所在 吸引不少學生及上班族消費 一百塊吧 偶爾下班 無聊就可能來夾一下娃娃 成績多年的夾娃娃機 百步復活 甚至改變經營模式 以出租機台的方式 讓消費者也能當老闆賺錢 吸引不少上班族 減才當副業 一個月如果扣掉成本租金 如果還賺個兩三千塊 機台的話 大概就是三萬多塊 夾娃娃機經濟學 看似簡單 裡頭卻大有玄機 目前最主要的商業模式 是廠主分租台主的機制 由廠主先租下店面 取得營業登記證 再購買機台 佈置場地 台主向廠主 乘租機台後 負責佈置 維修娃娃機 提供消費者選擇 娃娃機的所有營收 權規台主 不需要和廠主分成 不過有台主透露 如果機台商品不夯 客人不會買單 生意其實落差很大 扣掉成本 再扣掉 給 廠主的台租之後 現在太競爭了 大概一個月 盈餘大概在三千到四千 不等 夾娃娃機 航遍全台 根據房地產業者調查 是近兩年展店最多的行業 就連西門町一個月租金超過五十萬 還是有業者願意撐租 然而 夾娃娃機店不是名聲必需品 店家究竟能維持多久 會不會出現蛋塔效應 還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觀察後續發展 不過田總我請教你 感覺很奇怪 大街小巷 小到那個像我們東湖這邊 真的很小很小的巷子里的巷子 也都是夾娃娃機 大到那個 像我那個上上禮拜 才去西門町 整個店面都是夾娃娃機 中校東路也是夾娃娃機 為什麼 是一個全新的經濟模式出現了 還是那個所謂的末世前的反景 應該這樣說 早期在一般的 主要大街道的 那個零售店面的控制率 大概差不多5%到10%左右 那因為最近這幾年景氣下滑 中校東路因為租金貴 一坪大概兩萬兩萬五以上 所以如果你大概30坪 你至少租金大概六十萬到八十萬不等 是 那你如果空了三個月 大概就是兩百四十萬左右 那這種其實對於房東而言 如果是投資客 他其實是傷很重的 那我覺得夾娃娃機有點類似 像短租 譬如很多在賣請具 短拍 慢跑鞋或是運動商品短拍的概念 就是說以短期的方式來試試看 因為他其實沒什麼成本 就像剛剛提到說 他其實是機台的成本 跟租金 是 那其實有點像 類似現在比較紅的 就是無人商店 那其實他的成本是相對比較低 那我覺得有點類似伯仲的感覺 就是說今天如果經營的好 他就繼續做 經營的不好 頂多就把機器撤掉 那損失的就是押金 所以現在的情形是說 很多行業在經營上遇到一些困難 但是房租成本又很高 所以他只好停下來 那停下來 店面空了之後呢 房東也有很多的損失 所以他寧願去租給這一種 所謂的可能租個半年 一年的夾娃娃機的這些業者 如果說連這些夾娃娃機 業者也全倒了之後 會是什麼樣的情形 那我覺得可能主要租金 必須就得調降 再符合就是一般在 就是經營業者 可以支出的成本 其實在中小東來講 大部分的業者 投入這些租金 大部分是廣告的 這些商 商效比較多 是 譬如像愛迪達 他一坪可能租到 兩萬三萬塊 一家店面可能三四百萬 但是一天要賣到 十萬塊 在營收的球鞋 他可以打平 但我相信愛迪達一天要賣十萬塊 我覺得愛迪達還有機會 但是別的商家就很難了 OK 但是他就做廣告 其實廣告效率占很大的部分 但是如果今天他品牌 不是新的品牌 也不是新到臺灣的 那已經有知名度了 他其實就像您剛剛講的 退到第二線的巷弄裡面 他就不需要在中小東路上面了 但是巷弄之後 就是必須要看他的人流量 如果人流開始下滑 租金又開始退潮 像中小東路第二條 叫茶街 茶街上去看 可以空到大概兩到三個店面 那他們其實一坪的租金 第二條巷子都要租到八千塊以上 巷子裡面 是 對 所以我覺得相對而言 東區的租金是真的很高 那逼使這些有一些很多的業者 開始往別的商圈去做以後 所以你還算比較樂觀 就是說儘管現在看起來 經營成本很高 然後原本的這些業者退了 然後夾娃娃機進來 但是等夾娃娃機也卑非退不可 那房租整個就會下來 房租下來 那原本的業者就回來了 應該我覺得房租在一級商圈是不太可能會下來 也不會下來 對因為成本就很高 相對很高 像中小東的店面一坪 如果沒有一千萬 你很難買到一級商圈的店面 對那譬如今天在一般的商圈 其實租金就不會這麼高了 大概差不多兩千到三千塊不等 那如果三十坪的話 大概也差不多 那如果連你降價都無法租出去 或者是說你不想降價 但是全部都空在那邊 那會導致房地產的一個崩盤的危險 就控制率會提高 就是我覺得人民在這個商圈的這個平效上面 也會相對感覺會比較差 像銀行一般三點半就關門了 那如果空的店面就越來越多 一條街大概如果有兩成以上的店面控制 那其實就相對是很危險的 孟王大哥你怎麼樣看 全台灣到處都是夾娃娃機 這是好的還是壞的 對這個有很多因素 我先講房東因素 就剛才信聰醫在問說一個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沒有人租了 他寧可空在那邊 事實上你知道對這些投資客 對這些房東來講 這個保值其實是比租金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那那這個房價怎麼算呢 他其實是用租金回推的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降租金的話 等同什麼呢 我自己把我的房價 這個房屋這個店面的價值給下降 自貶身價 對 因為比如說他這個店面是一億好了 那他如果今天租金回推來 他這個店面是值一億 OK那這個租金我keep住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租金降十趴 是不是我回推回來 我的這個店面的價值變九千萬 那請問信聰你要去損失那一千萬嗎 我不要那當然了 所以說我就寧可不要租人 我寧可空在那邊 所以為什麼你會看到台北很多商圈 很好的店面全部空著 就是因為現在目前我們在算 店面的價值是用租金回推的 問題是你空一個月可以 你空兩年 人家就覺得說你這個連一億五千萬 那我都不跟你買了 這個第二點就來了 那很多台北市好的店面的 那一些房東都是當初非常低成本買的 中校東路商圈 比如說某個鐘錶行 那個老闆 他們是多少年前買的那個店面 那個成本很低的 他們根本不在乎 那個有沒有能租出去 他在乎的是他的這個店 可以賣多少錢 第二個就算是投資客 現在銀行利率低到只有一趴 他其實根本沒有利息的壓力 所以說他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很多錯綜複雜的原因 使得他們不願意降房住 另外就是你剛講的夾娃娃機進駐 特賣會進駐 所以你看到現在中校東路 被號稱叫做特賣一條街 你從神望飯店一直往那個 東化北路走 全部全部都特賣 是一直走到以前三寶的那個 轉角窗那麼好的店面 全部都特賣 我在講一個實際特賣的例子 我我的主持節目的電臺 在南區的唯一的A辦 和平東路跟羅斯福路口 原本那個一樓是 匯豐銀行租的 很大的坪數喔 那匯豐銀行呢 因為受不了租金太高 我又問匯豐裡面的人 因為我跟匯豐裡面的人熟嘛 我就問他說 你們為什麼要搬到師大那邊去 他們就搬往和平東路 師大那邊去搬了 他們那個銀行的店面變小了 他說我們搬過來這邊 你知道我們的房租 省掉二分之一啊 一個月省很可觀的房租的錢啊 好那這個原本匯豐銀行的 這麼好的一個三角窗 這麼大的一個這個店面空出來了 一年多喔 特賣會在那邊一直經營 到現在也沒測喔 不過莫華兄我請教 我們是不是正在醞釀一個 也許是金融的風暴 也許是房地產的風暴 也許是一個經濟的風暴 如果這個問題持續 越來越嚴重的話 對其實這個問題喔 你你你如果講 圍觀的話 個人房東層面的問題 但是如果講整個台灣 經濟景氣的問題 房產的問題 的確是很大 的確是很大 因為這個是一夜之秋嘛 你可以看到台灣現在 目前的整個內需消費 是很冷清的 是從五行級飯店到餐飲 到這個各各個內需的 相對外外外部出口的 這個龍井 這形成兩個台灣 一個台灣兩個世界 做外銷的 做出口的非常好 你看到很多公司的股價 漲到四百五百 訂單接到報 甚至你要跟他訂話 要先付訂金 那做出口是這樣 是做高端的 半導體的 或是做機械設備 是這樣 可是你看到內需餐飲的 百貨公司的 人道不像話 百貨公司講這個收購好了 太平洋重光收購 中校東路頂級的 賣化妝品也衰退啊 為什麼 整個景氣的問題 再加上虛擬經濟啊 網路消費啊 是 實體店面備受打擊啊 那這些原因非常多 所以說從整個大環境面 來看臺灣現在真的要趕快 想辦法把內需消費提振起來 如果內需消費不提振起來的話 這些問題就像信聰剛所講的 這些問題啊 他一直一直下去 他會變成是滾雪球般的 越滾越大 然後呢 中將讓臺灣的整個消費面 越來越黯淡 我甚至不排除臺灣 將來長期有通縮的可能的 是 就像像日本一樣 是 是 這樣子長期的內需消費的通縮 壓垮整個經濟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不過郁政姐 我就講我自己的例子 我以前念那個台南的學校的時候 我那時候呢 一杯珍珠奶茶 那我們叫波霸奶茶 了不起十五塊 小店面十塊錢 五百CC就有了 後來這幾年 我其實很少喝那個含糖飲料 一個是變胖了 第二個就是說 阿娘我以前喝十塊十五塊 啊現在一杯賣多少 四十四十五五十 還賣到六十的 什麼黑糖壯 哪要賣到六十塊 連7都賣六十塊 我很少買 可是我的同事常常買 然後你看到生意很好 可是在他生意很好 一杯賣五十 賣六十的情形下 像四平商圈 他飲料店還是一樣 照倒一半 對 那個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現在我們看到另外一個 大家看到說還不錯 大家有空沒空吃飽飯 還可以去十塊錢 試試運氣 試試技術 這個叫夾娃娃機的店 現在分成一個就是說 因為房東沒辦法租給那些 經營的很好 負得起房租的人 所以現在有大量的這種叫做 場主說 不然我來給你租 你算我比較小的 我不要給你租太久 也許一個月兩個月半年 一年這個叫場主 跟房東跟屋主租場地 買基台 一個基台可能是幾萬塊 然後再把基台一台一台 租給所謂的台主 所以可能會有很多很多年輕人 現在是在當台主 每天都在說 有人來露 沒有啦 有人把我驚訝沒有啦 這個叫台主 台主要打基台的租金給場主 場主收了租金之後 去跟房東租這個場地 場地的租金數十台夾娃娃機 一台大概是要兩萬五到三萬塊 要買一個對比機 大概一萬塊 還有裝潢成本 那其實都沒什麼裝潢 五十萬其實就可以起來了 那台主月租一台那個機器 大概是四千五到六千五 當然如果是地段好的話 會更貴 可能有到快一萬 當然裡面的娃娃 3C用品你要去買 所以這是台主的經營方式 場主的經營方式 這種新的經營模式 也不能叫新啦 這其實就是二房東的概念 現在衝刺全臺灣 會是一個問題嗎 還是一個新的模式 其實這是一個過渡時期 因為剛好前陣子 你看媒體報導 這些夾娃娃的熱潮 那他這種現象就很像 剛剛沐華所提的 那種特賣會 因為他大部分都是短租 夾娃娃機 不可能跟房東一千 就是像一般的餐飲 或是二十年 一般大概都會簽個 因為如果進去 如果有做裝潢的話 至少五年以上 當然 可是像這種夾娃娃機 他絕對不會簽長約 所以大概就是 每個月每個月 邊走邊看 因為隨時可以測 早有新的房客來 其實我最近幫一些 要選舉的民意代表 就是初選民意代表 找那個店面 要做競選總部 那我就把所有 每一個區 的那種店面稍微搜羅一遍 我才發現那個情況之嚴重 也就是說 其實呢 大部分他都會告訴你說 我前面這裡是銀行 本來一個月租金多少 我本來這個地方是餐廳 一個月的租金是多少 結果呢 他在短租的時候 他都可以對折給你 如果你要短租 對折以下 他都願意放 所以為什麼會 因為他他因為他他要讓這個店面維持有人潮 所以他很怕說 就剛我們前面講的 人潮走了之後 我租金再怎麼給 我都起不來 所以像夾娃娃機 甚至特賣會 都只是為了維持人潮 那你如果這個特賣會結束了之後 我可以換下一個 那所以夾娃娃機 可能是過渡時期 他可能接下來 夾娃娃機 如果他覺得不划算 那划算的時候 可以繼續做 不划算的時候 他可能就改成某個品牌特賣了 那這種情況是 你如果走到中南部 走到高雄 甚至台中的台灣大道上面 這個現象是很久了 不是只有最近 我們看到的忠孝東路 或是天母 或是這個 這個主要的一些商圈 其實高雄跟臺中 很長久以來就是這樣子了 那這有幾個 另外還有一個大環境 大家所忽略的 就其實臺灣最近 這個創造了很多的大賣場 或是什麼shopping mall 什麼 mall 這些 mall 把很多的人潮都吸引過去了 所以你知道嗎 有很多人假日的時候 是跑到那個outlet mall 或是什麼shopping mall 那些地方 或是什麼共購的賣場 就都去了那裡 然後你正常原來的店面 消費不見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 整個消費模式的改變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做 其實你知道夾娃娃機 他有一個很很實際的問題 就是說 他沒有一般我們做餐飲 或服飾的食材 或是原物料的成本 他沒有這些成本 我機台送來之後 我也不用付說 ok我一臺機器要買多少錢 然後我裡頭的娃娃要採購的話 我要佔多少成本 你知道我做餐飲 你知道我算給各位看 哎呀你們一定是賺錢 所以才會繼續開分店 其實沒有 其實大家都只是為了 叫什麼叫做kimoji的 做讓這些年輕人 可以有一個創業 或是有一個揮灑的舞台 我算給各位看 你知道一般的餐廳 我住我住一個路邊的店面 照戴勝戴勝益 就是照那個王品的戴董的算法 這租金成本不能超過十趴 如果你超過十趴的話 比如說你的租金是二十萬 那你的營業額要有兩百萬 你要做到兩百萬 那你的食材成本 因為這樣子佔十趴對不對 你的食材成本佔多少 你去一個餐廳 不可能說我的東西都很low 所以食材三成到四成是有必要的 三成到四成這樣子是一半的 我的人事成本大概要三十趴 所以這樣子已經八十趴了 那我的管銷跟稅跟什麼 哈不拉當零零種種的水電瓦斯 加起來的話 大概十五趴到二十趴 我問你做餐營有沒有利潤 完全沒有利潤 那再加上呢 大家認為說進去這些賣場好 那我剛講了賣場還有包底抽成 你簽了兩年或三年的合約 這個業主說 像比如說 松菸好像有人你去 你試試看好了 馬上他就會告訴你 如果你生意好 他就要給你拉提高包底 你知道在南港 我們有一個賣場 我們後來為什麼測了 因為業主說 我們要拉高包底四十趴 你如果不做的話 別人要做 因為我們要把那個更夯 更流行的品牌引進來 所以你就輸了 那你輸了之後呢 你撤走 那就是我剛講的 光裝潢就不知道花到多少錢 可是這些夾娃娃機 這些特賣場 都沒有這些成本 所以他就是過渡時期 不過我們來看看 其實臺灣真的整個商業模式 是遇到很大很大的挑戰 那有各式各樣的 包括網路購物的 包括房租租金成本 包括民眾的消費習慣等等的 可是我們也是看到 做得很好的 生意很好的 但是也非得關門不可 我們來看看 像是剛講四平商圈 松山縣通了之後 捷運通了之後 電主就要他蓋了 說有捷運 當然要蓋了 結果八間 跟剛才說的 所謂飲料的 都四間都一半 西門町門卡迪 其實大家年輕 應該都去吃過針金 就在紅樓旁邊那一間 其實還不錯 也倒掉了 為什麼呢 說相傳 這個電租一年 變成三千兩百萬 怎麼做 你眼睛一睜開 一年你的成本 就是三千兩百萬 都不用付水電 中校商圈 頂泰峰 刷去南京西路 金石塘 應該很多人 都會去那邊買書 也倒掉了 三十年撐不下去 倒掉了 台中也一樣 像是什麼 Kiki穿菜啦 這些什麼商店啊 其實都做的 看起來生意都還不錯 但是呢 要嘛就關門 要嘛就是移到別的商圈 比較便宜的 那這個倒了之後呢 空下來怎麼辦 房東當然不願意說 黑黑暗暗的 醜醜 髒髒的搞個半年一年 所以接下來就是看到 這個東西出來的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所謂的夾娃娃機店 到底有這麼多少的這些店呢 我們來看看 這個呢我今天花了一點時間 從財政部的這個財政統計 找到這個資料 因為真的很不好找 他是在R大類 就是藝術娛樂休閒服務類 裡面的九三二四十四 有一類叫做夾娃娃機店 然後呢 這個是財政部有營利事業登記的 換句話說有去報的啦 有要繳稅的這種的 那有多少多少都沒有去登記的 換句話說這只是冰山一腳 只有一小部分 可是從這個數據 我們可以看到趨勢 一百零二年呢 全臺灣只有一百六十九家 有登記的夾娃娃機店 過了一年 一百零三年變成倍增 三百四十七 一百零四年五百八十六 一百零五年九百二十 一百零六年 你看一百零五年到一百零六年 從九百二十間登記的 到三千間登記的 你看那個成長的速度有多快 我們可以想像 這是有去跟財政部登記的 有太多太多 可能至少八倍九倍以上 是完全不登記的 所以現在至少 臺灣的夾娃娃機 有兩三百萬台以上 銷售總額呢 一年比一年多 可是如果我們從這個銷售總額 去除以每家的加速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平均下來一百零二年的每家店 一年的銷售總額是三十六萬 低到不像話 一家店三十六萬 這個真的是很難撐下去了 所以你看他能付多少的房租 不過每年有成長 從三十六 隔了一年變四十七 再隔一年到五十八 到隔一年五十一 可是很有趣 一百零六年 從每家店從五十一萬的銷售額 掉到剩下四十一萬 今年會不會很慘很慘呢 不曉得 但是我們又看到一個新的數字 最新第八次的財政部修正的 統計資料呢 光一月一個月份 我們現在呢 在今年一月呢 已經有三千三百多家 有登記的夾娃娃機店 那可是呢 他光一個月的銷售總額 就到達七點四萬 如果我們乘以十二啦 可能就是到達八十 所以他銷售總額是成倍數的成長 可是這當然也可能有季節性因素嘛 因為寒假的時候 大家比較願意去夾娃娃 但是呢 這可能是夾娃娃機呢 在今年會有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頭 這個反映的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是 如果繁華熱鬧的商圈 做不下去 取而代之的是這種一年銷售總額 只有三四十萬的夾娃娃機店 那臺灣的經濟到底遇到什麼樣的警訊 我們來看看為什麼那麼多 長年累月繁華的商圈會快速的沒落 兩年前在陸客減少租金高的雙重壓力下 很多店家紛紛關門 士林夜市商圈 溫寧路和大東路也有好幾家店面卸業退租 人潮也不如以往 不光如此 向來是店面一級戰區的東區 2016年時 店面空置率不但攀升 甚至還有店面租金降價兩成求租 其實東區的空置率已經是這二十幾年來最高的狀況 可是現在如果租金沒有下降到一成兩成以下 其實都沒有人接受 商圈的沒落不光是因為租金高導致店家出走 近幾年的網購風潮也衝擊不少店家 像是臺北知名成衣批發地五分譜 生意也是越來越難做 有差 真的有差 那現在都是年輕人都是在網路上買東西嗎 上況不在的還有台中的馮甲商圈 根據馮甲大學統計系行銷研究小組的調查 2015年人潮還多達一千三百二十八萬人次 但去年只剩下一千一百六十一萬人次 至於商機不寒住宿 去年度跌破百億 並且已經是連續三年負成帳 至於衰退原因 眾說紛紜 有攤商說是因為陸客團減少 但也有雞排店老闆認為 臺灣經濟衰退 民眾消費力下降 還是主因 不過莊老師你常年在研究房地產 我先請教你說臺灣包括像是天母商圈 外客也不來了 然後外橋也走了 房東也不願意這樣租 五分譜商圈這幾年也是下滑的 很嚴重 很凄慘 台中逢甲商圈人次越來越少 臺南中國城不過中國城已經衰退很久很久了 至少二十幾年前我唸大學的時候 他就開始衰退了 然後高雄新絕加商圈也是人數少了一倍以上 理由是什麼 問題很嚴重嗎 其實是商圈的一個轉型嘛 你的所得提高以後 包括萊克的部分的提高 那你就會提升你的這個消費的層次 那你一直傳統的商圈一直被取代 我們講最簡單的 剛剛講到巷子裡面以前加碼店 後來就是像Shaven這些便利商店 來就取代了 那像宗教動物來講 你看原來的那個就是賣地瓜的 那個所謂的頂瓜瓜 就是在民調對面 他租金大概五六十萬左右 後來Shaven就把他取代掉了 Shaven在那邊賺錢嘛 沒有啊 他是旗艦店啊 是這樣來的嘛 所以你看早期 我這裡看過一個問題是九十九年的時候 亨德利宗表在宗教動物市段 是 他以一坪一百五十五百五十六萬買下來 再來就是到了一百零三年的時候 萬月運動品 那個月積月 就是那個月費那個月 他那一坪就是在於收穫旁邊 舊收穫旁邊 一坪就一千三百六十萬 一坪喔 對 所以這是很現實的一個問題 再來西門町就是萬國傷害大樓 當時富邦去買的時候 一坪多少換算一坪是一千七百三十三萬 這是一流的店面 就是以土地跟店面這樣子 就是土地的價格 幾乎跟店面價格差不多嘛 所以這樣一直炒 炒上來的 所以一個是財團有錢嘛 我就放著 但一方面你有沒有注意到 有人在炒 在炒作 炒作包括什麼 包括那個忠孝東路市段 跟復興南路交叉口 那個熊獅旅行社 二十幾坪 號稱一坪租金一百萬 知道誰在炒了嘛 對不對 因為我把他剛講 我變成賣場等等 那我是希望把他盯住這個租金 或者是有時候已經虛構 那我是為了能夠順利把他脫手掉嘛 所以很多有錢人就進去就套牢了 套牢以後就會發生剛剛那個問題 那最後結論就變成說 你太高以後 沒有那個報酬率就會下來 然後為什麼 剛剛講旗艦店 你有沒有注意到現在消費型態 我去旗艦店啊 或者什麼展翅場看一看 我回家是網購啊 網購比你快 還要便宜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傾向 剛剛講的五分譜啊 什麼全部都是一樣 我可以去消費一下 那這邊旗艦我看一看 我不會在這邊買啊 晚上去網購 結果呢 價格還便宜 甚至還便宜兩成以上喔 是 所以這樣來講 你知道這個商圈是不是會改變 包括說AI啊等等這些 最後結論是什麼 包括金融啊等等 他都在在緊縮他的店面啊 所以這是一個新的一個轉型 包括商業型態店面 完全這個顛覆的一個做法 OK 那木華兄就請教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這是否已經構成一個 系統性的一個問題跟危機 第二個如果是的話 那政府該做什麼 系統性危機 就是大環境面上的危機 是看得到 但是還不至於說 一發不可收拾 或是說到沒有辦法解決的地步 因為信聰你所列出來 這幾個商圈 都有各他自己的問題 是 比我一個個來講 天母商圈 早年他是做外銷成衣的啊 那臺灣早年 二三十年前 那個外銷成衣很夯的時候 那是天母這個 天母東西路 一直延伸到那個中山北路 一直到那個天母公園那邊 全部都是做外銷成衣 就是一件件掛出來在賣的 那現在外銷成衣沒落了嘛 臺灣的成衣也早就移到東南亞 移到大陸去了 所以說沒有外銷成衣了 當然在外商的撤退 外商不在這個天母 這麼多人也是一個原因 是 那至於說 商圈的移轉也是一個原因 因為早年那時候 外銷成衣天母在夯的時候 沒有中校東路 信義區這邊 這麼繁華的市況 那當然他就移到這個東區去了 所以說這個他當地的因素是有 那不是這個就不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那五分譜是因為 大家都知道 那五分譜的商家的衣服從哪裡來 全部都從淘寶來 那他現在可以上淘寶了 那我自己去淘寶買就好了 所以這五分譜也有他的這個本身 他自己的定位的問題 商圈的問題 但問題就是說 這些商圈 雖然有他自己本身定位問題 有沒有你剛剛講系統性的問題 有 肯定有的 這個系統性的問題 就不是單一商圈的問題 就是看到臺灣整個內區景氣的問題 這內區景氣的問題 不單商圈 我們剛剛講從百貨公司 你看到SOGO的營業額出現了問題 SOGO是那個中校東路 SOGO是帝王 那向來那個是最生意最好的 一樓的化妝品居然也衰退 那這個就絕對不是商圈的問題了 你說中校東路商圈不夠夯嗎 太夯了嘛 那為什麼他還衰退 所以說整個系統性的問題 從五星級飯店到百貨公司到餐飲 一連串的問題 他顯示什麼 臺灣的內需是凋零 對 那臺灣這個內需凋零 當然原因很多 我們剛剛都有探討 我們這邊就不重複再講 那重點是政府要趕快拿出一個辦法來 或是說大家想的 想一個對策 不然臺灣這樣內需的一個凋零下去 他就像我講的會一個惡性循環 然後終將導致像日本這樣通縮的結構 那就不開玩笑了 通縮是經濟的癌症 那癌症 那沒有辦法治了 我補充一下的是這種狀況 其實在香港 在新加坡 在很多地方 即使是網購很流行 也不至於如此 可是臺灣這樣的情況是再惡化的 而且惡化的快速 因為這個部分才是我們 因為這部分是要想想辦法來接受 早 好 早 小心 哇 今天拆裙子耶 對 這些身心障礙的孩子 早上可以來這邊接受八個小時的服務 然後也能夠讓父母能夠有喘息的時間 他沒那麼多好心喔 我們如果那個人是去菜店啦 我這個才有 是覺得放我來就要的 好 手在上面 好 好 好 才不會切到手對不對 好 那我们是以家为家庭概念的出发点 下去做的 她要学到这里了 这起码要吃菜 要吃菜 不要紧啦 回去小手就好了啦 来 你看看 这样 够了 我们煮一盏一盏有够吗 够 有哦 有够 父母离开了他们之后 他们能够至少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 郑宜晋 陈思雨 领军飞往英国伦敦 台湾将挑战各国高手组成的最强团队 2018捉球团体世界杯 我的人生简史 诉说史蒂芬霍金不可思议的生命之旅 首度由霍金本人献身说法 从二次世界大战后伦敦的童年生活讲起 一直到他成为局势文明的科学家 捐款900元 获赠《我的人生简史》书一本 癌症高居台湾十大死因第一名 每年全球新增1400多万个病例 抗癌成了全人类的重大课题 有研究指出 癌症也是一种新陈代谢的疾病 重新思考抗癌的疗法 它是否能为抗癌带来新的曙光 周五晚间十点 公示主题之夜 抗癌新气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